瘟疾抗药性 专家忧心忡忡 研究人员4月15日通报 首个临床证据显示 引发瘟疾的瘟源从抗药性突变正在非洲发展 专家长期以来一直担心非洲出现抗药性瘟疾 抗药性瘟疾在2019年占全球瘟疾死亡人数90%以上 发表在刺鸽针The Lancet的新研究 似乎证实这些担忧 研究显示 在临床试验中 如果感染瘟源重突变株 儿童接受瘟疾疗程就会更长 乙氢薄素 Artemisinin 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Artemisinin 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描效仍然很高 但研究人员说 在进行这项研究的卢安达及邻国 迫切需要更多监测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 全球各地估计约有2亿2900万瘟疾病例 瘟疾在2019年导致超过40万人死亡 其中于三分之二是海童 基加利 Kagali 卢安达生物医学中心研究员尤维玛纳 Alene Uemana 说 我们的研究显示 抗药株变得更加常见 在21世纪初推出的 氢薄素联合疗法 是治疗瘟疾最有效和广泛应用的方法 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罗森塔尔 Philip Rosenthal 说 氢薄素联合疗法失效 可能会带来可怕后果 就像20世纪末旧的治疗疾药物 氯奎宁 Cloroquine 抗药性导致疗疾死亡人数大幅增加班 健康生活编辑部 词 步俑 词